陪着党籍立委候选人 大街小巷车嫂 侯友宜来到新竹 四场浮选不间断 同一时间也刮起万安旋风 站路口婆婆妈妈高兴欢呼 就连吃播也OK 讲完时初浑身解数 就是要冲刺立委选情 因为根据近新闻封关民调 区立委支持度 民进党拿下33.7% 国民党则是29.8个百分点 民众党拿下10.8% 与上周相比蓝绿两党差距加大 民调就是参考 辩论会以及证据会刚结束 那接下来当然 还有各县市的大的肇事 有六成以上的民众希望正常轮体 蓝一拿六成名义反驳 但就连在部分区立委支持度 民进党拿下33.7% 超过国民党的31% 而民众党则是17.4%的支持度 根据各党自评立委席次 国民党喊出总席次 至少拿下50席 民进党力拼过半60席 而民众党评估至少能取得8席 这样的一个民调趋势 是整体长期以来普遍的趋势 就是呈现出人民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还是会信任民进党政府 选战关键时刻 民进党希望借由内清德总统选情外溢效应 让现有国会席次力保不虚 新新闻众号报道